王牌部队也渐渐步入尾声,迎来了大结局,肖战吃顾一也红利多,这部剧里面的角色,最出圈的大概就是顾一也,因为顾一也足够真实,而且他一心只想部队越来越好,感觉这也是剧里的伏笔,特别是看到他没有目的的付出很让人感慨,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人所缺少的,而且不为了荣誉去表现自己。 看到他在战场的努力,还有对战友安全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情分自己被感染到,这才是最值得敬佩的战员,感觉这部剧真是看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想。 王牌部队大结局,看到了中年的肖战顾一也,从少年到中年,每一个阶段的顾一也都有那个阶段独有的魅力,中年的顾一也更加成熟,风姿不减当年,因为顾一也,肖战在这部剧吃了许多红利,太出圈了。 面对可能被删减的戏份,当别人松松垮垮演艺时,肖战在琢磨眼睛受伤的应激反应,在不用替身承受爆头一击,在揣摩人物内心的挣扎,在死磕年老后,嘴角的微表情,一个优秀的角色,一个死磕表演细节的演员,一个创意流量双强的粉丝群体。 顾一也的大出圈,一点都不偶然,所以,就不要惊讶这剧的红利都被肖战吃了,他配得起这剧能产生的一切红利。 所以,吃的红利多,也就引起一些不舒服的声音,想要从其他方面压倒,肖战替身。 尤其是,当一部剧《军旅剧》,出现替身一词,而且还是在流量身上的时候,这个话题就来了,开始各种声音说,流量替身,更多是打戏替身流出来的时候,那么就会有好多人围攻,开始说,看看前辈,哪一个不是真打,一点小伤,就各种宣传。 所以,当肖战跟替身挂钩的时候,肯定会招来骂声,但是,造谣肖战用替身方向错了,因为在视频里,我们看到的是,肖战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,脸都快被打变形了,才有如此真实的效果啊,不过是拉下水的操作。